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4秒一个位移霸体 5秒一个小团控 我真是没想到 曾经野区消炎 换到游走 还能在线往日风采 本下就给大家来分享一波 辅助赵怀珍的玩法思路 我们都知道 自从去年7月连遭削弱以后 曾经的怀珍大帝就一蹶不振 刷不动野怪 扛不住伤害 摸不到C位 日子是真的难熬 直到我们尝试用它打辅助才发现 5秒一个小团控 那是真的香 单就对线来说 开局30秒冰线交汇 一个1技能5个平A 36秒射手2级 有着天然的线权优势 再说团战 1技能尽可开团 对可保自家C位 2技能自带护盾和霸体 初玩蓄日也是真的能扛 关键是 它在具备视野和坦度的优势同时 还有着灵活的机动性 团战中可以多次拉扯消耗 不向其他应付 只能被单面风筝 闪现接1技能 也可以瞬间切到对面后排 操作方面 技能释放改为精准 方便二段大招索敌 迷温带牵血 10宿命 10虚空 10条河 在前期有着不错的坦度 初装方面建议前期先做行刀之剑 搭配被动回血 续航能力拉满 对前期可以选择冷却鞋 打消耗等推掉发育路一塔后 换急不知学 提速去抓人 然后做蓄日出光 在提升坦度同时 也能给队友提供保护 关键是给着10点冷却 让赵白珍更加频繁的去拉扯对面 接着是核心装备 冰霜冲击 一技能拉到贴身开冰甲 一套连环控制打下去真的无解 后续补出永夜 最后一件优先借一把折 因为对击拖到后期 很难再找到小野怪刷被动回血 被对面消耗是真的难受 对击思路方面 前期安稳发育 刺激后可以尝试找节奏 像这一步我一技能拉到人后 二技能跟上去贴脸开大 把伤害赚到对面血量最少的辅助身上 然后射手跟上输出 拿拨双杀直接起飞 如果对面是百里加墨子这种长手组合 可以趁他们转线时提前蹲在草丛里 等他进草的时候再拉 直接上演血条消失之处 就算后续对面支援过来 照完生第二个一技能已经冷却好了 又可以来一波小团控 配合马可这种群伤 团战真是美如画 等到行召做出来 就到了在华阵的发力时间了 只要对面C位敢露头 直接一个减速 二技能位移到跟前 一技能可以拉到的 照完生真正的强制器 要等兵甲出来 实战中我个人感觉 除了连环控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 又不是操作的方法 就在一技能冷却间隙去放兵甲 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 最后啊 虽然辅助赵怀真强度在线 但还是要看阵容选择 如果对面是马可 公孙黎这种灵活的游舍 那就不建议拿了 因为到中后期 是真的摸不到人 那如果对面是阿科 蓝灵王这种英雄 赵怀真又可以完美的克制 只要露头 一技能直接拉 行招都不用开 另外赵怀真 西施马可 是我个人感觉 比较舒服的三排组合 赵怀真和西施打出连环控制 马可进场 根本不用担心断大 开团接团容处理足够高 当然前提是熬过前期 总而来说赵怀真辅助 强度在线 兼具坦度 控制灵活三个特点 眼看就到赛基姆 如果不知道用什么充分家人们 不妨试试他吧